全油管最快新闻,亚诗兰黛发布2023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,净利润亏损3300万美元,同比下滑超100%。 股价持续下跌,华尔街分析师下调目标价。 公司将业绩不振归咎于海南旅游零售市场疲软,但忽视了本土竞争和价格问题。 海南免税渠道的严重依赖导致高库存风险。 公司希望转向个人消费,但咨询公司质疑该战略实施效果,并预计阵痛期将持续两三年。 此外,在价格定位上雅诗兰黛也遇到尴尬,线上价格便宜使得线下免税渠道更加困难。 中国市场对雅诗兰黛面临挑战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